如果老師覺得我們每次都要這樣從頭來 我就不太會沒關係 我們現在六點點新翻文有這個功能 你看從上面這裡檔案有沒有來自範例的 你把它點一下 它給你幾種選擇 第一個小一點的工作室 再來公寓的有沒有 然後呢慢慢的隨著人生的規劃不同 有沒有越買越大 然後呢還有地下室的三樓的還有夾層的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裡找 找到之後呢 這九個範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它給你的模型 這個只有顏色沒有材質 因為它材質要給你自己設定 所以你看喔 我們剛剛這一種的 是不是我們有去指定這個石頭的材質 文理嗎 它剛剛叫文理 那這個範例裡面就是都沒有的 範例裡面都有 所以我今天找一個好 三樓公立我就按一下 它有開新檔案 那您看這裡 它這個都是只有顏色而已 所以如果你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它是用顏色的 因為它需要文理你自己決定 不要我幫你設計好 所以這個是它用範例的一個不一樣地方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些範例這九個不能滿足你的胃口 請來這邊 有沒有尋找更多範例 因為它會帶你到它的官方網站 有一個叫做畫欄 裡面這些呢 你都可以挑 這些都是有什麼 有模型的 而且其實我們 做這個 使用展示牌的老術 你可以跟ARVR做結合 因為呢 你看喔 假設我們這一天好了 這一天 你想要看動畫 它就幫你把這個網頁做好 它可以輸出成網頁 HTML5的 而且是立體的 你可以跟它做互動 很像在玩遊戲啦 來我們看一下 這樣載進來了 你看 這樣有沒有互動 有對不對 那你還可以選擇喔 我們下面這有兩種喔 這個是從外面看的叫鳥看模式 這叫虛擬觀視模式 你還可以進到裡面 有沒有進來 這樣了解了 所以不是只有做靜態的 你今天做成網頁 丟給人家 它一樣可以看 所以你今天想要這個 這個你就把它怎麼樣 按這個下載下來 它就可以下 直接下載 你就可以把這個翻譯打開 從這邊一樣開啟就檔 對不對 不能點兩下嘛 你就開啟就檔 好找到 應該是下載下載 這裡 打開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好所以你在地面的 在這裡的 那你要滾進去別人的 那你要滾進去別人的 就已經做好了 就已經做好了 滾進去 我看模式 怎麼不能前進 因為它太大了 所以它不能前進 所以我要按這個 這樣就可以進來看 這樣稍微了解了 所以沒關係 你可以不用 一定要白手起家 好嗎 找別人的 拿來改也很好 對不對 反正你也不要去過廚 都找人去好的 所以我們用這樣買 你可以拿別人的 直接來修改 這樣也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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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謝謝 小姐 來 好 好